得獎者是廖士和 作品名稱是迷途 恭喜 身穿西裝 樣貌相當斯文的導演廖士和 走向台上 領取社會主首獎獎狀 以及獎盃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 影片徵選活動 就一舉得獎 心情相當的開心 覺得這樣的平台滿好的 因為其實像我們一般人 可能很難去接觸到 所謂的媒體這樣一個平台 那他既然有提供 這樣的一個免費的服務 我覺得應該多多利用 然後把好的東西傳出去 為了推廣台北市有限電視 公用頻道第三頻道 今年以Love台北 從影開始為主題 鼓勵民眾以各種不同的角度 拍出自己的台北故事 社會主參賽者 廖士和以失智政為主題 呈現出社會的多重樣貌 我們台北市民可以藉由 他的聲音 對我們台北市社區的想法 藉由公用頻道來披露出來 來擬起我們社區的意識 來對我們台北市表現我們自己的聲音 公用頻道是一個免費的頻道 我們希望從每一個民眾 從市民的角度 從市民的故事 用你們的構想 用你們編的角度 來分享給更多喜愛影片的朋友 除了影片甄選活動 還包括公民影像人才培訓營 台北大聲工 有限電視新方向座談會等等 希望民眾透過這些課程 更了解公用頻道 以及媒體的禁用權 記者曹德華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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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